今天头条带您来看到香港反国民教育科行动进入了持久战 继中学生团体学民思潮发起绝食 占领政府总部的行动之后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今天也接力发起大专生罢课行动 号召全港大专生罢课四小时 不满香港特首梁振英8号提出的国教修订方案 只是在拖延蒙混社会大众视听 香港学联今天仍然照原定计划 从下午2点到6点发动全港大专罢课集会 学联表示15个香港大专生团体超过5000人 坐满香港中文大学本部整条百万大道 要求政府明确撤销国教科目